早上好 欢迎回到5月2号的百隔城报 我是李宁 昨天才过完劳动节 今天的新报头版马上把人拉回现实 说的是大马人的老年不再那么黄金岁月了 原因是因为根据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越来越多60岁以上的人重新投入职场 有的是打发时间 也有的是为了糊口维持生活 每日新闻头版报道 巫统在沙巴唯一的国会议员 兼沙巴巫统主席邦莫达和他的妻子 本周五将会被反贪会提控上庭 他们涉及到联邦土地统一及复兴公司 Felkra多达数百万令吉的贪污案 新海夏时报头版给了首相敦马哈迪 昨天在劳动节庆典的开幕典礼致词 标题强调的是政府政策以国人为主 目前在修订多项劳工法令 并放眼2020年达到100万职工会会员的目标 不知道你们昨晚有没有看到这样一则新闻 说的是美国将把10个国家 列入免签证入境国家名单内 而其中亚洲地区就有马来西亚和香港 而这免签证入境只限旅游或商务性质入境 最多180天 先别太高兴 仔细一看 发出的消息新闻网站好像哪里不太对劲 原来磁美联社非比美联社 真正的美联社新闻网不是长这样的 据观察 本地输家媒体都引述了这所谓的美联社发布新闻网 不过不久后都已经让新闻撤下 目前大马人入境美国还是需要申请签证 百格也提醒你在阅读网络新闻时 多留意新闻来源是否可靠 相信很多人童年里的运动会 除了汗水与欢呼声 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在大汗淋漓后 来一杯美露罗里特有的美露 早前网络上就流传一段视频 有一位孕妇从怀孕两个月时起 就一直想喝美露罗里特调的美露 尝遍了市面上 所有麦芽巧克力饮料都无法得到满足 因此她的孕妇孕在路上看到美露罗里时 就尝试拦截罗里 孕妇的丈夫把视频上载到推特后 引起了美露公司的注意 美露公司成人美事 两天后派遣了一辆美露罗里 到孕妇家前 孕妇终于如愿喝到特调美露 同时也与该社区的孤儿 一同分享这甜美滋味 今天的晨报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早晨愉快